红太郎一直很想吃羊 可灰太郎总是抓不到羊 作为肉食动物 却每天都吃一些青草 就算是开婚也是一些青蛙小鱼 红太郎对灰太郎越来越不满 内心更是无比心塞 火气越来越大 红太郎忍不住了 干脆回了娘家 灰太郎很不开心 为了挽回媳妇 灰太郎哭成了泪人 求着媳妇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可红太郎对灰太郎没了信任 毕竟在这之前已经给过很多次机会了 灰太郎一直没放弃挽回媳妇的执念 坚持给媳妇送信 红太郎的家庭其实挺富裕的 嫁给灰太郎算是过了苦日子 毕竟娘家实力还不错 红太郎的妈妈当时在看电视 知道灰太郎给红太郎送信了 还是挺用心的 信的内容也很有意思 直接是亲爱的红红 灰太郎很希望红太郎能回去 还特意去抓了一只小羊 用做两人相见的晚餐 灰太郎终于抓到羊了 只是这羊能不能吃到嘴里 从这里来看 其实灰太郎还是很有诚意在 抓了羊红太郎就不会生气了 加上他本来就在意灰太郎 气消了就会回去 红太郎的妈妈叫红太郎回去 虽然没有露出整张脸 但依然能看出来 他的颜值还是很不错的 还劝红太郎不要再斗气了 他也知道灰太郎对女儿好 才会帮忙劝说 灰太郎很喜欢红太郎 还经常给他一些惊喜 不是送玫瑰花就是送钻石 除了没有羊吃 其实红太郎还是很幸福的 他生病的时候 灰太郎会在身边照顾 在他生气的时候 灰太郎也是任由他打骂 虽然总是吃不到羊 可灰太郎一直没有放弃 坚持不懈地抓羊 好脾气还会哄红太郎开心 真正的爵士好老公 灰太郎甚至送了他一条很美的裙子 香太郎看到很嫉妒 自己一直想穿却舍不得 红太郎居然穿在了身上 这实在让人嫉妒 香太郎故意说他穿不好看 红太郎还以为真的不好看 之后再也没有穿过这件衣服 不得不说女人的嫉妒心真的很强 不过看起来也很可爱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桃子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好 好 好